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晚的一級創馬方程式 今集又變回我和阿富仔拍攝了 阿富仔 我想先和你更新一級馬皇爭霸志的最新形勢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轉變來自甚麼呢 你看不見嗎 看到了 你看到甚麼 馬上爬了頭 一下而已 一下就上來了 一下而已 挺可怕的 然後我又怎樣呢 繼續做一些很匹夫的事 事勝二位置 接著這位置就是聖州司領答時時精彩 想著物食 想著物食 他是穩陣 他有東西加 不過不夠人家一拳打下來通 其實我也有份的 不過你不知為何選來選去都追不到上來了 看來好像很難追 是呀 你小時候有沒有打街霸 有呀 我出輕拳 Simon一個重拳 那有很多 我就瘋了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 Simon4880分就帶頭 小弟就欠62分 就是說我中一毫子的位置 就有機會過頭的 但是今季這個月還有多少個賽日 三個 對 三個 那這三個賽日我一定要計 其實這樣計算是差了一點點 這次很緊湊 其實第三位也是 如果這樣計算兩倍一隻位置 那他乘三都六百都加上去 就是說你如果還要六倍的勝出已經可以過頭 反過來要你和Simon都不要 有多難 有多難 大佬一拳都被人打倒了 那如果只剩下三個賽事 你的策略又會怎樣 我還是繼續匹夫下去 都說到這麼白 不過明天你看上去想匹夫也不容易 希望在接下來這幾個賽日 可以反鮮到Simon 我會問問他選了什麼 都離譜了 回來 說完一些開心的事 富仔剛剛舉行了香港打比大賽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成功男人的背後要有一個女人 一隻成功的馬要贏 要靠什麼 一個 剛剛的賽日 你覺得要靠什麼 騎士 練馬師 檔位 跑法 還是靠什麼 都不可以說跑法不行 成功嗎 騎士可以嗎 這個是其一 你有沒有發現 那天跑了十場馬 九場頭馬 九場頭馬是貼籃的 也有 全部都是這樣的 方程式 貼籃 二疊 三疊 貼籃 那些全部都是這樣回來的 對 無論是跟前也好 居中也好 貼籃 都可以讓他看得到空 看完機場好像撕花瓣 你猜到哪一隻貼籃 最痛的是什麼 原本也挺看好 有理共上 林昌 你力旗先鋒必得勝 那些全部都會貼籃 我很快快說了 有理共上 跑完就知道出事 一注賽 基本上連衝的能力都沒有 不要緊 我給你一個藉口 起步的時候有些問題 那天那些馬 真的很可怕 但是 你講完講 全日都有兩隻馬 叫做貼籃留後 或者二疊贏 其中一隻就是囂幸 他手二疊就沒有貼籃 另外 打比大賽那隻平海復星 其實早段也是貼籃 最後的位置 是啊 不如看看他怎麼贏 其實真的很奇怪 你看看那天 基本上留後的馬 就是平海復星和僑幸 可以在八、九位那裡贏 其餘那些沒有籃 沒有命 不跟前沒有命 就是一隻成功馬背後 就是靠那條白色的籃 我們看看這場走位 出閘快 軍民歡都快 旁邊有星洲司令 最初打算是星洲司令 這次還不快 貼籃欺貼 都賺了 前面還有什麼馬快 灰馬同歡樂 後面藍衣 戒藤區 當家精選早段擺前 還有一隻紅色衣服的 中華盛世 對呀 最後一層就是綠寶 都跟前了 黃衣服的 在外面複象 現在有一隻藍衣服的火箭區 黃帽的 就湧上去 再後面 時遲精彩和平海復星 起裝寶的尾衣服 其實看到這裏 當家精選的走勢 我自己也覺得是 在這場賽事唯一 他可以用到的跑法 而且他也 我想他是不是有想過 前面的馬 放在前面好 那你立揭除 中華盛世一定是這樣走的 火箭區 他也是沿用上一場 二班二千米的跑法 反而 街藤區也沒有燒中華盛世 之前也燒了 在二碟的位置 跟著中華盛世 反而令到火箭區 就把中華盛世 當家精選 其實好像你這樣說 守的位置是正確的 他十三檔 沒有理由留後 樓後就抖得很厚 上一場賽事也證明給你看 追上來也過不了 時政賽或者鮮州司令 所以他這場 敢因十三檔放在前面走 反而更加好 但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鮮州司令是否留後了一點 我覺得他沒有選擇 去哪裏選擇 因為他三檔 我開始想 最最最最後 早段的走位都是同樂日 現在這個位 他後了一格 當然你看看後面的進化 基本上他手 戒騰區的位置都是會輸的 就是平海福星 很恐怖 還有我看過 1700米集 平海福星是放頭的 我在想會不會他放頭 當家精選留後 現在是反過來的 反過來的 但其實有一件事 我自己看這場賽事的時候 我自己有說 平海福星 還要後悔的 時辭精彩 這一刻我都覺得 究竟蔡宇航的想法是怎樣 還是當家精選真的會出來 即是叫破格 誰知道最後結果 也很破格 1400米到2000 可以立即贏 我們之前說 楊明菲菲可以1800米上去 戰利品1600米上去 1400米上去 這是什麼玩法 但到這裏 我們可否停一停 我自己覺得 首先是升州司令 跑回自己 他跟上次1800米 其實都沒有大分別 馬斯淑豐很盡力 轉彎走三位 快點讓你走三位 不要讓他影響都發揮 第二件事 我們可以看外面的黑衣士精彩 他那段歷史 早一段進入直路 都要嚴重地打他 是 在這裏 平海復星已經抬上來 已經過了一次精彩 是啊 看看進入直路 怎麼找位 其實幸福分享有少少耐閃 接著這裏 其實已經康莊大盜 是啊 但他的爆發力出來 真是厲害 你看這裏好像還沒打 而且你看看腳的步屏 這裏才開始興奮奮奮 剛才那個步屏 還比星洲司令慢 現在才開始要加回 但還是那一句 事業精彩 這次也有輸給星洲司令 是 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先回來 我上一集做節目 我跟三民說 其實今屆的打比 為什麼會有什麼軍民寬 福將那些出現呢 是因為信心保證 不可思議 翠龍 這三隻馬是不見了 如果不是 我猜翠龍的健康好 其實他跑完那一場 谷草1650 應該可以贏一場 即是他應該是九十多分 甚至一百分的身份去跑 其實幸福分享也跑得不錯 其實他上一場幸福分享也不差 我覺得 因為他也是趴著當家正雪 其實走路不多 差很遠的 但你留意這隻馬的馬匹體重 又下降了 我可以先回來 剛剛那場其實他又輕了13磅 九百六十多房 對他來說也挺辛苦的 而且僵口不好 我想長遠計 他可能也會縮起來 不會上2400 應該不會 反而另外的時事精彩 再想想 有什麼路程再適合他 他縮下去跑的話 看看對什麼對手 那我又問問 如果王太后紀念杯 佳藤駿對時事精彩 你覺得哪一隻贏呢 如果這樣看 你說的路程方面 真的黑衣好像比較好 可能背重磅 是會這樣的 但佳藤駿這場賽事 老實說 大摩那三隻馬 我自己選了起裝寶 為什麼 我自己選了起裝寶 我自己選了起裝寶 不要平海復星 我自己選了兩百 自己選了兩百 自己選了兩百 打完之後 都會這麼青兩百 真是繼續 真的會有機會 因為我自己在賽前也說了很久 我自己選了兩隻馬 當鴉精選 平海復星 我也想了很久 當鴉精選 我想 長力不夠就是不夠 但其實回看血統 她和母的姐姐是贏2,200 那不是每隻馬都是這樣 跟你同一條線 沒有了 我給我斷章取義 所以選了 還有上一場的千八 你真的看到 追上來的追勢是好的 但還是追不到升級司令 追不到時精彩 還要給升級司令 還要帶走 是很重要的 如果增加二百 當鴉精選 我當你沒有出責 是否真的可以追到 剛才的當鴉精選 追到升級司令 是否一定追到呢 我覺得也未必可以追到 反而最要你想的就是 這天是千四上二次的平海復星 所以我一開始就想 你知道很多大幅增情 會想說 我放頭今晚的步速 怕住著中華盛世 拍拖耕 那天 我一開始拋完頭幾場 他放頭有機會賺 真的沒想過是流後贏 他放頭贏 你可以說 那天晚上的步速庫路 你現在這樣贏 是全日唯一一隻 是這樣的姿態 真的恐怖 我一開始還在想 跑完這場 跑回冠軍一里賽 千六 會不會好一點 你四月底是甚麼 主席短途獎 然後女王杯 跟冠軍一里賽 千二千六 二千是同一天跑 我想想死你都縮千六 喂 現在不是 有價格說 他可能當家精選 跑千六 然後紅衣醒神 偏偏跑千二 然後這隻平海福星 跑二千 他有機會不是約翰摩雅 而是蔡若翰三寶 所以現在 我為什麼沒有選擇平海福星 就是因為想了大摩 我自己想了大摩 就算是炮防跑得最好那隻 我覺得是差點進度 我想他跑黃太后杯這隻馬 這隻馬也有機會 其實近期也好幾乎 其實其實也好幾乎 其實也好幾乎 起庄寶的確好幾乎 不過可能路程方面也有差 他在那一場推出了 我覺得有點阻擋 因為埋門市那課 田草千六 上個星期我們看的那一條 他追下去沒什麼小 所以我在想可能要多一點時間去給他 或者如果喜旺寶是1600好的 他又會不會縮到1600 一對兄弟一起跑 真是不知道 好 說到過了終了 第一節來到這裡 稍後第二節跟大家說上次的跑道形勢